現場真正有0號 我是快樂孩子王 歡迎收看 快樂孩子王 好 今天生活小博社 跟大家介紹就是每個人都很喜歡 尤其是我們那個年代 都喜歡的偶戲 對 偶戲要分為這個布袋戲 傀儡戲跟平隱戲 真的 世界各國有各種各樣的偶戲 都非常的精采 馬上帶大家去越南 看一下水上的偶戲 走 在越南有一種非常珍貴 而且全世界只有這個國家 才有的偶戲 那就是水上木偶戲 水上木偶戲顧名思義 就是把水面當成舞台來演出的偶戲 演出的戲碼 大多都是描寫越南的農村生活 歷史故事 或者是神話傳說為主 操偶師必須躲在簾子的後面 然後用長竹竿或者是戲線 來操控水面上的木偶 因此 操偶師需要有很好的背力 而且演出的時候 有半身是泡在水裡面的 所以他們可以說是相當的辛苦喔 這種越南傳統的偶戲 起源於紅河三角洲 至今大約有1000年的歷史了 剛開始是農賢或者是河水氾濫的時候 農民們在水中搭起棚子 操縱木偶作為娛樂 而現在已經變成 越南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之一囉 第一次看到的人都會想盡辦法找出 木偶為什麼可以在水面上活靈活現的機關 直到操偶師從竹簾後面現身 大家才恍然大悟呢 原來看到那個VCI有沒有 那個人是在水裡面 用那個桿子這樣子在表演那個偶耶 對 它簡單來說就是人來操控這些偶 所以叫做偶戲 可是以前你知道那個長竹像布袋戲 也是偶戲對不對 然後妳剛才講的那些 可是現在其實還有很多偶戲 是現在才有的 是穿在裡面帶著這個 對 就譬如說像我們去遊樂園玩 他們會那個躺老鴨的 對 還有高飛狗跳跳虎有沒有 他們那個現在也叫做偶啊 對不對 他們會走出來 像我有去參加過那個海洋世界的那個偶戲 我有穿過那個鯊魚的偶戲 還有帶那個很帥喔 好玩嗎… 還有那個背起喔 然後起 然後腳 帶著鯊魚的頭很可愛喔 對 然後我就從休息室走出來 怎麼了 走十步以後就被圍毆了 圍毆 被小朋友 奇怪小朋友為什麼很喜歡打偶 一直打偶耶 我們要在那裡 因為我們有時候要那個 他放音樂啊 他們都喜歡打偶 很奇怪耶 他們好像覺得 不要打偶 喜歡就是要這樣子打他屁膜 摸摸摸摸 但其實就輕輕的握握手 或抱抱就好了 而且對 你們知道那個 在裡面是很熱的 所以你們去千萬不可以打那個 跳偶的那個人很辛苦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也是叫做偶 對 那我們剛剛看到的是 越南非常有名的水上木偶戲 對 它就是人是在這個水裡面 然後用長長的桿子來操控這個偶 它的背力要很好 而且身體要很好 不然很容易感冒 對 而且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喔 好 今天下來我們要出題了 好 現在來出題喔 請問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水上木偶戲的木偶 為什麼大部分都是使用 無花果樹來製作的呢 好 為什麼呢 第一組 好了嗎 好了齁 好 三組都已經做答完畢 請出示你們的答案 讓我們來看一下齁 第一組 為什麼呢這個水上木偶 它一定要用無花果來做呢 比較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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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摔到嗎 還是說會被敲擊 這不會吧 旁邊有石頭水 有一些小石頭尖銳物品 堅硬的物品 是不是 他們說因為比較堅固 第二組 防水 為什麼需要防水 因為他們在水上表演 很好 反向思考 反向思考 好 第三組 比較防水 也是比較反向思考 就是因為在水裡 反過來就是因為防水 對不對 好 到底為什麼呢 好 三組答錯了 正確答案就是因為 無花果樹的材質比較輕 而且它的纖維比較韌 比較有韌性嘛 浮力較大 可以耐那個重鑄 這個非常可惜 三組都答錯啦 好 不過沒有關係齁 我們算是這個是吸收體 這是一個知識 要告訴你們讓你們吸收的 好不好 後面還有很多題齁 大家加油 好 那我們剛剛已經到 一個越南了 接下來我們要一起去義大利了 哇 要到這麼遠的地方 義大利也GO 義大利的羅馬街頭 除了有美麗的景觀 讓人流連旺膽之外 各式各樣的街頭表演 更增添了許多的浪漫氣氛 其中讓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路邊的這位鋼琴家 但奇怪的是 木偶為什麼會彈琴呢 原來是有人用很細的線 在操控它 而這種表演藝術 就叫做懸絲偶 也有人叫它提線木偶 木偶身上的線 裡面大部分都綁在 頭 腹 背 手臂 手掌 腳趾 等等操控者 想要表現的重點部位上 另一端 則連接到上方的操控感 或者是提線板 然後再利用拉動絲線 或者是操作控感 來讓木偶 做出各種活靈活線的動作 木偶身上的絲線越多 可以做到的動作 也就越細緻 相對的 操控者的技巧也要越成熟 才有辦法讓木偶 看起來像是真人一樣喔 懸絲偶起源於古早的歐洲 是由宗教信仰發展出來 到後來演練成為民間的娛樂活動 甚至成為表演藝術 看完戴墨鏡的木偶鋼琴家 同學們是不是也覺得 非常新奇有趣呢 好 義大利的偶戲比較不一樣 對 我們剛剛看到的偶戲 就是這個懸絲偶 它懸在空中的絲線 來操控這些偶 對 我們在義大利有看到 它身上有很多線 然後想像一個十字有沒有 上面綁很多線 然後這樣… 然後它就這樣 跳琴啪啪的是不是 就會這樣動有沒有 所以這個懸絲偶是滿特別的 對 好 不過現在趕快出題來考考大家 請問傀儡的台語要怎麼說 我們現在先想一想 然後請我們阿龐哥哥 想一想 根本五秒鐘 傀儡的台語怎麼說 我們說說看呢 講看看喔 台語很重要 跟妳身上顏色其實滿相近的想法 紅 一個字 傀儡就是一個字的 那是小叮噹吧 紅 紅 紅 對 紅 她覺得是紅 人偶就是一個字 紅 紅 再展示看看 紅 好 第一組說 四聲 第二組 紅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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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名字 我叫紅蕾 紅蕾 紅蕾 第三組 紅蕾 紅蕾 好 來 好 台語非常簡單就是 咖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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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那個咖勒 紅蕾是什麼 人偶的意思吧 紅蕾 就是人偶 對對對 她剛剛說的就是只有一個蕾 沒有人對耶 都沒有人對 好可惜喔 好 沒關係 但是至少他們講得滿可愛的嘛 對不對 給他們掌聲鼓勵鼓勵好了 我剛才有講到說 懸師偶 這樣子的表演在台灣 真的好像是很少見耶 對不對 不過我們今天邀請到一個非常厲害的 就偶戲達人喔 那我們歡迎我們的佳音老師 歡迎她 偶戲達人鄭佳音 要帶大家一起探索奇妙的偶戲世界 好 那我們掌聲歡迎我們的佳音老師 全師偶在這個義大利可以看得到 在台灣很少看到 但是沒關係 我們老師來了 不但老師來了 連我們的人偶都來了 來 就看看這邊 好多喔 在台灣很少見到這樣子 超偶 一般都是那個 布袋系 皮影系 對啊 怎麼會接觸到 比較國外的人偶戲 其實我是唸 在美國唸偶戲研究所 對 它是兩年的課程 那我們有一些不同的課 其中有一門是這個選私偶的課 所以才有機會接觸到 那有練他們的歷史嗎 由來 由來的部分 其實我們看很多那個書籍上面記載 大家都沒有辦法確定 藕到底什麼時候發明 不過目前就是已經可以知道 其實在西元前2000多年 像在埃及 印度裡面出土的一些文物 他們就有一些藕 我們可以看到它身上 已經有一些綁線的關節 就是一些陶庸 上面有一些洞 是可以綁線的 所以它其實很久了對不對 埃及的時候就有了 這個藝術發展很久 所以應該是有人類歷史以來 就一直有這個東西 其實嘎勒除了是傀儡的意思 它還有一個意思是 家裏 家裔的家 禮儀的禮 對 就表示說 因為它就是在 宗教儀式時候的表演 對 所以家裏表示 我們是用最隆重的禮儀 去獻給我們的神這樣子 好 除了這樣口序以外 也不太過癮了 馬上來看一下 這個 我們的這個獻偶的構造 好不好 我們選一尊人偶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的構造 我想呢 因為這一尊是我正在做還沒有 它沒穿衣服 對 羞羞臉沒有穿衣服 可是我正在做還沒有做完的一個偶 這全部都是妳自己做的 對 這個偶是 妳自己做的 妳不只會研究它歷史 會操作這偶 妳還要自己做偶 而且妳是個 妳好像工匠 對啊 木工吧 像一般偶戲家 都是要會自己做偶 對 老師 我可以跟她握手嗎 好啊 跟妳握握手 好啊 然後她的手還可以去動一動 踢 踩我的手 我演的啦 其實沒有那麼動啦 真的啊 非常厲害喔 繼續吳聲 好 來 緊接著我們要來出題了 好 題目就是 操控人形懸絲需要幾條基本線呢 1 7條 2 9條 3 11條 好 好 請作答 好 妳們現在看到這個偶呢 它的線是比較多的齁 然後我們現在問的是基本齁 最基本的齁 最基本的齁 好 三組都已經作答完畢 請出示你們的答案 最基本的齁 基本的有幾條 1 2條 妳順著我們聽 來… 頭 頭 大聲講什麼東西 頭 頭一條 然後手肘 手肘 手肘 那就兩邊就兩條了 對不對 3條了 腳 腳 也要兩隻腳嘛 5個 然後 肩膀 肩膀 再兩個 左右兩邊 7條 手肘的動作 7條 對 剛剛好 好 第二組 腳 2個 然後腳膝蓋那邊 2個 4個 4個 然後還有手 2個 然後手 6個囉 6個喔 頭還沒用喔 頭 7個 7個 9條 手肘 手肘 2個 手腕 4 肩膀 6 膝蓋 8個 頭 9個 到底有幾條 老師 我們第三組答對了 是9條 恭喜第三組 恭喜 好 老師 9條 哪有9條 9條 那我來操作你 我來操作你喔 好 好 那你可以先跪下來 蹲下來好了 蹲下來 叫我跪下 我怎麼可能那麼聽話呢 好 怎麼跪下 男人西下有黃金 通常我們會在 這個肩膀的部分 兩條 然後呢 在它的背後會有一條 三條囉 所以我們就可以把它提起來 讓它起來 然後背後拉著腳 可以彎腰 好 那另外呢 就是在它的手上 左右手更有一條 所以我們拉的時候 它的左右手就可以動了 五條囉 好 然後呢 我們會在它的大腿 靠近膝蓋的地方 左邊一條 右邊一條 再拉起來 七條 對 它就可以走入了 剛剛忘記了 還有很重要的是我們的頭 有兩條 所以它可以看左邊 看右邊 看左邊 看右邊 所以頭是兩條 對 這樣就會有九條 我現在可以讓它做一個基本的 選 人型的動作 動 踢 好玩嗎 很方便 所以算來算去 基本就九條 對 所以剛才大家的發講都滿好的 讓我們來介紹一下 最傳統的偶 好不好 最傳統偶是哪一個 這一個呢 就是我們傳統的 然後像骨蕾戲 它非常重視手部的動作 所以它光手上就有 左手五條線 右手五條線 光手就有十條線 這麼難喔 對 操作的人 比較困難 就是它必須用它的手指 去勾這些線 好 把它勾起來以後 然後去牽動它的動作 好像女生 對 刷起來 這是手對不對 對 老師 我想要問一下 對 等一下 等一下 老師你也玩起來了 對 像我手上這個呢 就是像柬埔寨 緬甸 那邊的傀儡戲的形式 像他們的傀儡戲很厲害 也是地位很崇高 因為以前都沒有人可以跟國王 直接的建議說 國王你應該要怎麼樣 對 只有傀儡戲可以 口腦要很厲害 要很厲害 現在發生的事情 編成一齣戲這樣子 好 緊接著下來 我們要介紹另外的 西方歐洲的 捷克來的 它是一個小丑 它比較俏皮吧 像我們這邊就有看到 它的腳很特別 這邊有一個 可以牽動它的腳的機關 剛剛的不太一樣 對 剛剛就像 你用手指 很多手指去勾那個鞋 對 它等於是這樣子在動 像這一個也很特別 它是東歐 盛行於東歐 尤其是捷克地方 對 然後它頭上有一根鐵棍 所以這個又叫做 鐵枝懸絲藕 就它多了一根這個棍子 好多名字喔 對 好 緊接著我們要出題了 請問 東西方懸絲藕 最大的不同在於哪裡呢 一 製作材料 二 絲線多寡 三 操作感設計 來 請作答 好 好 三組都已經作答完畢 請同時出示你們的答案 東西方喔 它偶了 到底你們覺得它不同的地方在哪裡 第一組 操縱感的設計 為什麼不同 有些人會著重於 手或頭 可是有些人會著重於 其他的部位 喔 妳是說設計 操作的方式不一樣 因為阿邦哥以為是說 操縱感的設計樣子不一樣 但是你們說是操縱方面不一樣 好 第二組 架子吧 就是它的設計的樣子 對 那個架子 怎樣不同呢 握把 握把不一樣 造型不一樣 握把造型不一樣 好 第三組 就是西方的可以用那個 拉 然後東方的要 要用那個手指去勾 喔 它意思是說 這西方的人可能有這個 操縱的關節面 只要用手去撥動它就可以 但是東方的 我們要用手去勾線拉 對不對 所以他覺得操縱方面 插在這裡 很好 好 到底 東西方 有什麼不一樣 要問一下老師 老師 對 答案就是操縱感的設計 操縱感的設計 然後我們第三組回答 比較接近一點 就是因為在西方 他們比較會在操縱感上 加一些機關 對 然後讓你拿取這個偶的時候 很快就能上手 很好操作 所以做偶的師傅 他也要去想操縱感 要設計成什麼樣子 那東方的話 就是你可能要跟師傅 學三年四個月你才會演 就是你要學會用不同的手指 勾不同的線然後來演出 對 剛剛在勾線的時候 有人現在有發現比較複雜 好 所以通通都是操縱感 設計的不同 老師也補充說明完了 恭喜三組 好 今天接下來我們有講到 現在可能有很多 譬如說卡通人物 或你自己創造的人物都可以 有很多叫做現代偶 對不對 這邊有帶來現代偶嗎 這個是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做的一個偶 好 然後它是一個 阿伯 你仔細看這個阿伯 鼻子也有一條線耶 對 而且它是流的蔭果皮 你 喝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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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很厲害 居心黏住耶 老師演得滿好的對不對 對 這一個是 這個我叫它摩登老媽 所以它雖然是有點年紀 你看它塗的指甲油 黑暗黏黏這樣子 大家已經知道老師演戲的功力 可以改變聲調 也會模仿它喝酒醉這樣子 但是有辦法讓它跳舞嗎 我想自己本身也要會跳舞 是要運動的細胞 對啊 搭配一下音樂 對不對 我想我們的音控老師 有準備音樂嗎 控 你要考我 OK了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來即興跳舞 好不好 好 這也是您自己設計的嘛 對 這個是我自己設計的 那應該不難好不好 來 音樂 阿嬤也會過家旋 換 是唱歌的耶 唱歌曲 唱歌曲 偏偏起舞 她非常的招勤 因為她的鑰匙不見了 她起來了 好 好 有沒有師傅很厲害 是可以操作兩個 還可以對眼有沒有 有口感 兩個有辦法嗎 然後一人分師二獎 然後還可以變聲音的 好 那我今天有帶兩個O 好 可以示範一下這個部分 快點… 阿嬤不要跑太快 媽咪好喘喔 媽咪快點快點 我們今天要去上電視耶 那邊有好多大姐姐喔 嗨 你們好 妳看嗎 阿嬤 我上電視 媽咪好緊張 好緊張喔 媽咪 你不要緊張啊 快點 你看那邊有攝影機耶 媽咪好緊張喔 媽咪又害羞 一個人真的是可以演兩個O 對不對 而且只要搭上自己的聲音 就栩栩如生了 對 非常厲害 這是O嗎 欸 它很厲害喔 這我媽自己想像這個嘴巴 她想要吃這個嗎 我演的啦 不要嚇死誰 然後它可以有一些不同的 角度的變換 就變成另外一個樣子 對 只要是能夠動操作的 我們都可以把它當成O 對不對 還有其他另類的O 對… 這一個呢 好會想 好像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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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k把這把蜘蛛 好像 它走起來路好像喔 對 好 你看喔 所以各種的人偶 只要把它發想 能夠操作對不對 對 通過這個線來操作 就會變成一個非常可愛的這個線 就還有滿多可能性 所以同學可以再發明 對 大家一起可以好好的發明 好 待會兒 待會兒要由你們來操作 今天就先請老師來告訴大家 好 基本的 你們兩個先學好了 好 因為它頭上有三條 可以點點頭搖搖頭 因為它的左手跟右手 其實是同一條線 好 所以你只要握著這個一個點 你可以同時牽動它的兩隻手 就走起路來了 對 你可以 走右腳 左腳 右腳 好像喔 你只要在走路 好 這比較簡單 對不對 好 好 第一次請出列 我們可以做動作就好 你可以讓它做各式各樣的動作 試試看搖搖頭 對 對 好 好 你拉著這邊 好 你可以用這邊去操作它就好 好 好 那種不錯耶 很扭屁股耶 好 這是我們的第一組 好 幾乎已經都會操作了 好 我們試試看 一起往前走 好 預備 起步走 好 腳步很沉重喔 可以 左腳 有心事 好 下 好 坐無地停車 好 這是我們的第二組 好 老陳 他好像在拜拜 對 現在會新的了 他現在要跟停 有 有 等一下再跳祈禱舞 好 好的 謝謝我們的第三組 好 三組其實都不錯 對 老師如果硬要給分的話 不然我們選一組 你會給比較高分 還是你覺得三組都很好 都要給分也可以 也可以嗎 可以啊 不行 好 那就三組都給分 三組都給自己掌聲鼓勵鼓 好 好 那在這邊要恭喜 這邊的獲勝隊伍就是 我們的第一組 恭喜我們的第一組 其他兩組也很棒 給自己掌聲鼓勵鼓勵 在這邊我們要特別帶 謝謝老師 今天給我們帶來這麼特別 這麼有趣的懸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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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看完節目有什麼新的呢 也歡迎大家來到 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別忘了仔細收看 每個禮拜五 下午五點到六點的 快樂孩子玩